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喝茶吗 想吃点心啊 想吃就赶紧去把脸洗干净 鼻涕眼泪一大把 丑得你眼睛疼 我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快走吧 婆婆 我是楚国人 我的家人跟兄弟都在这儿 我不能走 来 这是你最爱吃的士饼 臣妾叩谢陛下隆恩 那 就叫大哥把咱们家的门槛做得高一点 换成铁的更好 其实啊 是大哥舍不得我嫁 他说什么 高了不要 矮了不要 胖了不要 瘦了不要 他也不想为了 胖了 谢陛下 你 就是把你第一个孩子给杀死了 多谢于大印提醒 不过我也有一事要告诉于大印 听闻皇上 向来喜欢礼仪周全之人 可是刚才于大印见到我 并未向我行大礼 可见是对宫中礼仪还不熟悉 不如这样 我让侍女示范一次 也好叫大印好好学学 陛下人 我认为这是臣妾做的 陛下每每赏赐臣妾的东西 臣妾都会各宫各院地分一分 这不了不止臣妾独有罢了 只怕我再解释 陛下也会认为是推脱之子 这有罢 叫做绝起吗 在这里住下的 自然是无情的人 你何苦在此久留 我问你们 你们为何从军 魏冉将军 你不必带他们回答 听声音 明明明都是口不对心 明明都是口不对心 为什么要造反 千里奔波赴汤倒火 让自己在沙场上赠来的功劳 能够应急佳人 我都知道 娘 但师父他对我恩重如山 我就这样养着他 也抵不过他对我的施恩 娘 你说师父还能醒过来吗 怎么了 我来的时候并未看见有人 这样吧 去那边看看